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进入到实战 黑棋新位 阿尔法自我对异的棋谱 谷歌公布的这一批棋谱 它是每一步棋用时两分钟 黑棋贴七目半 每一步棋两分钟 这个对于阿尔法围棋来说 是一个很慢的速度 那么它也就是说 它能够搜索的东西 或者按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说 它能够思考的东西 它也就思考的更全面更深入 也就是说两分钟的棋呢 应该说比它曾经在网上下过的快棋 阿尔法在这个网络对局 有过六十盘和人类的对异 应该说比它在网上下的快棋 它就更下的 应该会质量更高一些 挂角 阿尔法在网上和人类下了六十盘呢 是无一败即 没有输一盘 当然这个快棋呢 虽然阿尔法下的质量 可能不如两分钟一步的那么高 但是人类下快棋的话 肯定失误就更多了 黑的挂角 白棋反挂 黑棋呢是肩顶 肩顶 白的长 黑的肺 肩顶这个手法 在最近一段时间 在人类的气魄里面也是很常见 也就是说 局部来说 这个肩顶完了 这这样下 局部的话呢 黑棋比脱退的顶时 可能木树上 木树上黑 这只黑的这一方略微亏损一点 我们就看局部的话 白棋同样是列二拆三 而黑棋的空呢小了一点 而且也没有脱退 脚那么 脚那么厚实 但是就 现在这个局面的方向来说 黑棋可能判断 这边黑的挂了脚 白的挂了脚以后 下边相对来说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地方吧 那么 这边黑棋有飞压 所以肩顶呢 特别是肩顶的飞起来 逼迫白棋在这边走棋 你如果不走 黑棋加工过来 还是相当 价值相当大的 逼迫白棋在这边走棋之后 黑棋顺便飞压过来 把白棋这边压低 把下边作为这个发展空间不大 价值比较小的一边来看待 肩顶完飞 这个棋型呢 小肩跳和飞都各有利弊 跳呢最扎实 但是将来要在这一带发展呢 也就发展性不强 就是比较扁平了 而且呢 跳对白棋这两个子压力不大 白棋可能不一定会选择 在这边拆让黑棋飞压 白棋也许会有其他的下方 比如说招牌式的阿尔法一飞 飞呢 飞起来将来如果能在这边唯控 它投扬起来了 这边发展空间大一点 但是飞的弱点 白棋将来逼过来 或者靠 骑行不是那么完整 走这个呢 有点接近于飞 但是将来如果被白棋在这一边 走骑的话 这有极端的问题 也有它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这三步骑各有利弊 就看什么时候该怎么选择 黑棋飞 白棋是拆压 那么黑棋当然飞压 把白棋压低 来的爬 爬完跳出 这个飞压也好 或者尖顶也好 都是比较普通的 正常的下方 之后呢 飞起下一步 阿尔法定式又出现 照我们人的以前的思路的话呢 可能会在这一带挂脚啊 或者拆一个 强调要发挥这个 飞暗了 这里有个外势 要发挥它的作用 可能会在这一带走起 阿尔法不是 黑棋直接点脚 白棋是挡的这边 现在挡这边呢 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黑棋最如意的参考图 我们摆一个 摆一个黑棋 最希望能达成的参考图 是先手取角 白棋跟着硬 然后呢 黑棋把这个一踩 胶也点了 这重心点也一占 这个黑棋 应该说是相当满意 白棋选择的是这个打 爬了 飞 这地方双方就背定式 就这个局部点33来说 局部点33的变化 其实并没有多少特别新鲜的东西 并不见得有多少特别新鲜的东西 就是说人在这个 在以前 他不会在这种时候选择点33 或者在很多局面都不会选择直接点33 我们一般有句话叫两翼张开点33 白棋在新位加上两边拆了之后 黑棋再去点 但是经过阿尔法的这个 经过阿尔法的一些 在网络上对人类的实战 或者他公布出来的棋谱 这个 经过就是说 起手的研究发现 直接点33也是相当不错 相当有利的一招 黑棋搬到这 那么 下一步白的如果长呢 黑的也还是很舒服 白棋长过来之后 上边这个 价值很显而易见的大厂 被黑棋占 限制白棋外市的发展 白棋实战呢 没有长 而是贴起来 贴起来 白棋呢 他想 他的思路是 黑的如果搬的话 这个搬头也是相当大的一招 但是黑棋现在如果搬的话 白棋现在先推几个 这边先扩张起来了 然后 再长过来 这样的话呢 白棋这推几个 有一种先手便宜的感觉 总觉得白棋先手便宜了一些 这边长过来之后 把黑棋这一串的价值给 抵消掉了 黑棋在这长半天 既希望于在这儿围控 但是被白棋尝过来 黑棋围不了空 这样的话 白棋先手便宜之后 之后再长 这样要好一些 而黑棋呢 也是针锋相对 黑的也不搬这个 按人的说法呢 叫做 识破了对方的意图 但是阿尔法自己跟自己下棋 他自己肯定是知道 如果他有意图的话 他自己是知道的 但我觉得他每一步棋 他都没有意图 他都是只知道胜利 我怎么下 我赢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 他是以这个为依据来下棋的 那么黑棋既然打了力 白棋当然跳起 如果黑棋这里走一手 白棋去走其他的大场 黑棋再搬 那黑棋这块就比较大 所以白棋跳呢 自己能发展 又限制了黑棋这个搬过来 围控 同时对黑棋这三个子 也是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黑棋 黑棋站上边的大场 他不是这一带 而是这个 应该叫三间家 家公百棋 以脚步为根据 攻击对方 他认为你这个是姑棋 所以他才会离这么近 好了 那么下一步 白棋直接动手 这地方可能 比较平和的下方 就是战战大场 战战大场这一类的 直接 黑棋这里虽然有弱点 但是白棋现在直接动手 这个也是招法够激烈 黑的当然要冲了 黑棋如果这样走 那白棋倒确实也是立不下来 立的话被黑棋拐 白棋不管是挤完再立 被黑棋断 这白棋不行 拐的话被扳死了 这个断的话呢 黑棋针子有力 拐完断被黑棋针掉 但是呢白棋就退回去 你走这个的话 白棋虎头 这黑棋形状 有点难受 这有两个断点 黑棋这个感觉 这形状比较软 它得要 好像要补断的感 有要补断的感觉 那么白棋就把黑棋压到二路去 所以黑棋冲肯定是最强硬队 这个子不能被断吃 要接上 好 黑棋不时实际的扳一下 这个扳呢是有必要的 黑的如果现在直接扳这个 白棋一扳 黑的退的话呢 白棋会扳这个 黑的挡 那么白棋扳到一下已经便宜了 这个先扳一下很重要 白棋再爬的时候 如果不扳 白棋爬黑棋是要弯到的 弯到一下 已经把白棋的眼位破了很多 而白棋扳到黑棋打八十后手 总不能这个头被扳起来 黑棋也不能这样打 这样打被白棋沾上 黑棋脚上自己的眼位受伤 那如果白棋能扳到 然后再把这个沾上的话 那效果和这个弯还是 差别还是挺明显 而白棋现在要扳 黑棋如果拐的话呢 白棋爬这个 黑棋挡住的话呢 白棋就立就可以 立完接住 黑棋点三 如果点的话 白的扳这个 这样呢 黑棋是慢一起 当然黑棋打吃在这好一点 这样有个扑结 但是呢 局部这个 局部也是白棋 把黑棋这个脚打结杀了 但黑的扳一下情况就不一样 黑棋先扳了一下 扳到一下 再扳下来 白棋如果再扳这个的话 黑棋就不打 而是拐这个 白棋爬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白棋不好走 你如果扳的话 黑在这一段打 再一粒 吃你一个经济独立 你只有打拔 那么黑棋把你起劲吃掉 那白的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还要点死你 如果白的接这个呢 黑的顺手一接 这边要点死 这边要断 这个白棋显然不好 所以黑棋扳一下的作用 扳一下的作用就是 在这个时候 它防了白棋扳这个 白棋现在只能爬 这个靠下来什么时候严厉呢 靠下来在白棋 针子有力的时候特别严厉 也就是说白棋扳 黑的长的话 白的这一段 如果黑棋针不掉 断一个黑棋 如果针不掉 那白棋就厉害了 针不掉 黑棋比方说这么弯出来 那白棋可以爬 你这时候弯不到 弯被白棋翻打了 你只有长 白棋可以扳 你只有挡 这白棋都走到了 然后再爬出去 白棋轻松活了 还把黑棋给断开 那黑棋可以说是支离破碎 但是现在断了被黑棋针了 这个 断被针掉的话 还是 还是有点亏损的 虽然白棋 虽然白棋先断 再爬可以 就是说可以防黑棋弯正 黑棋现在弯 白棋可以逃了 但是先断一下这个亏损呢 白棋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有点不甘心 虽然有滚包的手段 但是白棋依然还是觉得亏了 所以白棋实战是单爬 那么黑棋 抓住机会 弯一下 这个是双方眼形的要点 好 弯 打赤 然后再长 白棋呢必须爬 黑棋再长 扳不下去 扳被一断这一断 黑棋死了 白棋必须再爬 这时候不能打拔 打拔被黑棋拐 白的要死 再爬 黑棋再长 这时候如果选择做活 那被白棋搬起来 黑棋这一串 一旦被白棋搬起这个头 黑棋这一块呢 还 应该说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一块棋 白棋将来会要进攻它 黑棋长一个 宁愿脚上 宁愿脚上被吃掉 也要尝这个 何况呢 脚上还不那么容易死 那白棋要打拔 白的如果再爬 黑棋尝到这么长的时候 黑棋再补的话呢 这扳起来 力度就显然差了很多 黑棋就这么压过去 直接连上 直接连上 连成后室了 脚也活了 这边还是一个后室 白棋不乐观 而这样搬起来 再连搬起来的话 黑棋是连不上的 这差别很大 所以黑棋爬 这个时候 白棋爬 黑棋长 白棋再爬是后手了 白的得打拔 打拔 黑的拐下来 白棋 点这个是杀这个 这这样棋型的脚 点这个是杀棋的要点 黑的不能挡 挡背 挡背白的一爬的话呢 黑棋这个气 很短 气很短 那么局部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挡 这个是收棋的要点 白棋点是杀棋的要点 白的如果走这个被黑棋一作眼 这黑棋气长了 点这个是要点 那么如果沾这个的话 被白的一爬 黑的死了 黑棋走这个是长棋的要点 白棋吃 黑的打吃 提 黑的收棋 局部白棋杀不了黑棋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爬 你沾这个被我一爬 不如子 所以呢 这局部实际上是走成这样 是一个双活 双活 也就是说白棋点到这儿以后呢 黑棋并没有死 黑棋可以做后手双活 但是呢 就目前这个局面 在这做双活的价值不大 活这个角价值不大 大的地方还有很多 所以黑棋保留 飞这个 这个地方白棋爬了这么多的二路 然后来杀黑棋的脚 还留有一个双活 也就是说白棋的木树 白棋走的木树 实际上索得是很有限的 而爬了这么多二路 让黑棋下得这么厚 然后这一代结构配合也特别好 当初的这个子 现在加在这个位置 也是非常的合适 让黑棋配合这么好 白棋是否值得 这个我觉得是 我是深深的怀疑着白棋的下法 是不是值得 甚至可以说 如果是人这样下的话 这个可能 可能我们大多数棋手都会觉得 白棋这个下法实在是太 又有点太过于怎么说呢 过于注重实地 而注重了半天实地 这个脚还没吃到 白棋这个选择 就比较奇怪 总之 我很想知道 这个局面下成这样 阿尔法维棋设定的初始胜率 黑棋大概有48%的样子 48%的样子 我很想知道 下成这样的局面 这个黑棋的胜率是有多少 是不是已经大幅度的提高 而这样的局面 实际上并不难预见 就是说 人类棋手 这个地方的变化 很多都是可以计算 基本上可以计算出来的 而阿尔法这样的高手 对于他来说 下成这样的局面并不难预见 如果真的下成这样 黑棋胜率大幅提高的话 白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图 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而如果 而如果下成这样 他觉得是差不多 他如果觉得是黑白双方差不多 那么这个判断 这个判断就是说 作为我来说 作为我这样水平 不怎么样的棋手来说 就是有点理解不了他的判断 黑棋靠退 违控 这边如果都能违住的话 也是相当大 白棋接住 这是很正常的下方 贴过来的话 这有断点 接住 很厚实 拐头是避震点 白的现在 这白棋这一带也非常的厚 黑棋如果不违控 也没有什么其他好棋可以下 所以违控也是正常的 点 点完扳一下 现在走这个是实际 白棋总是要扳这个头的 而当你扳过来 帮黑棋这里走了一排 越走越厚之后再点的话 黑棋不会给白棋在脚上留打结火 黑棋一定会想办法强杀白棋 这里已经有一排子的话 黑棋肯定是要强杀白棋 挡这个也好 肥也好 不会让白棋随便活的 不会给白棋留有打结火 而现在点 黑棋正常分寸只有打 白棋拌一下 黑棋也只有打 那么白棋脚上留个虎 局部有打结火的味道 黑棋要强杀只有这一步棋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只能退着杀 那外边这个断的味道 让黑棋也是负担非常的重 不是外边特别厚的情况 不能轻易这样来强杀白棋 白棋点了扳 留下脚上的余味 然后扳这个还是大局 如果去火脚被黑棋跳过来 那它就彻底的不是阿尔法围棋 扳头 先顶一下 先顶一下 这黑棋只能退 再扳头 黑的当然要扳 这白棋也必须连扳 这种地方都不能送 白棋退一步 被黑棋贴过来 黑棋这空就涨了一圈 而白棋在这边能为多少呢 看不出来 必须得扳 白的先冲了一下 扳头 断打 断打 长 黑棋长是必然的 这地方不能动 不能动太强的 这还有断点 说着白棋就断了 断黑棋长也是最强硬手 硬在里边的话 容易被白棋先手便宜 长到这 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挑下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有个跳过 有跳过的手段 所以黑棋 敢于下的这么强硬 你如果挡下来 往里钻的话 黑棋这留个后路 跟你对杀 它是不怕的 白棋呢 在这留下一些味道之后 依然还是要贴这个 一路贴过来 再长的时候 再贴 期待黑棋 期待这个贴了之后 让黑棋再硬一个 这时候黑棋没有跟着走 而是 尝一下 这当然白棋得飞过来 这个如果被黑棋跳过来的话 黑棋跑了 还把这块白棋给带进去 所以飞绝对是要点 飞在这里 黑棋的贴 这是先手 这一飞就把白棋这五个给吃进去了 白棋扳 完了 护住 补上 黑棋这种需要补一手 否则白棋在里面折腾起来 黑棋也是 相当头疼 但补这一手之前 先贴斑 这是一种新棋的步调 外边先便宜了 里边再补上 白的跳 把黑棋这两个子照住 这个地方有一步棋 值得我们注意 黑棋长了一个 让白棋飞 本来黑棋不长的可能是这样 白棋要补的话 就叫吃 吃它一个子 但是黑棋长了一个 白棋飞在这 下一步白棋吃在这 粗一看呢 肯定是觉得 黑棋好像亏了 本来就这么吃掉一个子 现在白棋好像 围了一块空 黑棋送进去了 粗粗一看 白棋觉得黑棋 这个长了又不走 亏了 但是呢 好 接下来黑棋这几招 下完之后呢 可能 对于黑棋亏了这个 这个判断 也许就要有所改变 黑棋 这 好 这两个子是死了 但是它 长完之后再被你吃 这还是留下很多借用 而如果被一步爆死的话 如果这一步棋就这样爆死的话呢 黑的什么线手都没了 各种线手借用全没了 所以 黑棋是先 尝了一下 我们接下来看黑棋有什么 有什么后续的借用 这点一下 白棋为了护住这块空 得压 走这儿的话 黑棋这儿能刺 这里 冲完拐 还有先手 所以白棋总是要贴 黑棋跳一下 这边要靠进来 这边要靠进来 你不能让我进来吧 你得长 好 这两个走完 这个 这个黑棋这个肠亏了的感觉 已经有所变化 因为黑棋 如果把这个沾上的话 这 眼见着就 能为很大一块空的样子 白棋 打进去能不能活着是个问题 如果只是从这里破一点的话 黑棋这里收获不小 而黑棋就算不沾 这多了两个子 这块本来这三个子非常的薄 白棋加工过来 黑棋会很苦 多了这两个子 马上不一样 黑棋这块就不觉得是一块 很弱很薄的起 它左边借用完了之后 左边借用完了之后 右边再来 没完没了 右边又要便宜你 白的靠住 这是当然的一手 也得先走这个 把气先尝一尝 除了长气 它这两部气 还有其他的作用 我们等会就会看到 黑气再尝 它瞄着这里点下来的味道 要求你补 白气跳一下 要断 这当然黑气得补上 这白气也挺难受的 如果你要补下边 上边它又充一充 味道很奇怪 总之白气的木树 会被越刮 越小 好 那么所以 黑气当初这个长 还是有它的目的 好 那么 起去进行到现在 可以说 确实我们看到了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黑气中腹 长出来 多气一个子 留下一些 留下后面各种各样的借用 但是呢 也有让我们觉得 让我觉得有一些 费解的地方 黑 这个白气 白气在右边主动靠下去 然后爬了一通二路 这个下法 究竟 究竟白气这个下法好不好 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 好 那么下面接着来看 白气怎么应付黑气的 种种借用 长到这 要求你在下边补一个 白气呢 不补呢 它不安全 补一个呢 总是不甘心 如果白气就这么硬上 硬住的话 左边 右边 黑气先占 白气可能判断 这样的话 形势并不乐观 所以白的出击 这个是相当大的一手气 点在这里的话 它不只是破控 黑气这块控肯定是要被破掉 你不能指望 沾这个就把白气这个子给吃掉 这黑气太薄了 白气可以点一点啊之类的 这边小尖 各种 各种手段 各种线索都可以 它可以轻松做火 这部气价值巨大 好 那么这边不硬 白气不硬呢 黑气开始动手 冲一个 冲一个这白气怎么办呢 挡的话就明显挖打进来 白气挡不住了 挡住这个节白气承受不起 退肯定也不是一个能挡住的样子 这么多的断点 黑的钻下来也好 这么多的断点 这个恐怕也让白气是有点 有点吃不消的感觉 比如说黑气钻下来 你不能再冲断 冲断的话 本身脚上 黑气打吃线索之后 这打吃你沾不上的话 脚上就有漆 况且呢 这上边 肯定也是非常不对劲 黑气尝这个 尝这个都有线索味道 这有这有漏打 那么上边一段 这白气只怕要 只怕是要崩溃的感觉 种种的 种种的味道 比方说刺先手 那么我打了鸭是先手 挖打之类的 滚包之类的 很多问题 白气挡也挡不住 退也挡不住 那么索性白气就不挡 在左边再加一道 这一道一家 不是破空的问题了 白气 下一步马上就要杀这个 这两手棋也是相当厉害 但是黑气破这块空 破的也是 不是闹着玩的 这么大一块空 被黑气穿成这样 打吃 虎一个 打吃完虎一个 防这个断点 这个断相当大 这个时候白气这边 依然是不好封锁 封不住 普通的感觉 白气冲这个是特别大的 这一冲 黑气这块 应该是就活不了了 没有看出黑气有什么活路 但是冲这个也许 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 比方说黑气冲 比方说黑气冲出来的话 冲这个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黑气这块死了 但是呢 这里面有无穷的劫财 就死了这块气 劫财你总是挡不住 无穷的劫财 那么 很现实的就是 黑气这有无穷的劫财 白气那个脚打结活 实际上就活不了 黑气这有很多劫财 这冲进来之后 中腹白气很薄 黑气显然 劫财是够的 所以白气实战也 没有把这个地方冲死 而是虎这个 白气虎这个 要黑气先表态 要不要跟我开截 那么黑气现在是脱线了 冲进来 冲进来 这也是非常愉快的一步起 好了 白气 现在我们说的问题 一样存在 你如果冲这个的话 是去开截 眼见着用这边的劫财 和中腹的劫财 白气那个脚是 截打不过 而白气现在先飞 黑气当然要打 白的往上冲 先把这块做活 黑的不是实际的 现在打一下 接上 黑气再挡住 好 白气一路搬 把这块气给做活了 不搬的话 黑的一加 白气就进死 一路搬 白气把那块做活了 先断一下 然后再办 做活了之后 下一步还有连回 这两个子的手段 黑的当然不能硬了 硬的话等于 被白气先手活 先手活完 再把这个一冲 那黑的肯定不行 好 我们接下来看 黑气的下方 也是相当的紧凑 他不是在这边走齐 在这边走齐 黑气应该是能想办法活出来的 不至于白气这一点 一间黑气就全部死光 但是呢 黑的招法更狠 直接把中复两子跳出来 白的当然要分断它 黑的往下一冲 这个冲也是必然的 黑气一贴 好 黑气一贴 白气不能藏这个 藏这个的话 马上这气白的就倒下了 黑的这一冲 你必须断 拐 你必须挡 不挡的话 这块死了 连带这块也死 必须挡 那么也得打齿 再打齿 提的话一打 一个弧口挡进去 这块死光 藏的话呢 充施先手 这一跑一吃 白气这边死光 这一接 中复这块被吃 所以不能藏 黑气这边有 各种接用 白气 扳住 扳住是唯一的抵抗手段 黑气 断 白气呢 藏在这 白气下的也非常的 非常强 非常的顽强 全部扳住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气的话 黑气下一步一冲 冲在这 正常的思路 白气肯定是要挡的 我们正常的思路 但是呢 实战 白气是没有挡 如果挡的话 黑的可能会这样下 它断 如果你站在这里 那么 黑气这个 托是先手 这脚 就可以活得 非常愉快 黑气脚 可以活得 非常舒服 而且活完之后 白气只怕 还要单关联 否则的话 被黑气连上 白气就要死了 黑气先活了 这个再在中复 做蚊杖 而白的 如果 不可能 让黑气 这么轻松活脚 白气吃在这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黑气 冲这个是先手 拐的时候 白气是必须挡的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 那么黑气 当黑气顶这个的时候 白气也是必须沾上 因为黑气这个 绝对是先手 我们可以看到 一打一打 再一搬 白的肯定就死 那么黑气 刺到这的时候 白气不能沾 沾的话 黑气这个是先手 我们提前看 打了扳 白的就死了 所以 沾的话被扳死了 那么你不能沾的话 不管你走哪 这被冲过来 也是 难以忍受的事情 白气 补不好 还得再补 否则这被一搬 这也要出大事情 那么被黑气冲了 在这个贴住 这白气也是崩溃 所以呢 在黑气冲的时候 白气挡的话 被黑气断一个 白气很为难 所以白的索性不挡 好 这个黑气必须接 挤 当然得补 然后白气连回来 白气走不好的地方 不走了 这么紧急的地方 都脱线了 可见这个战斗 有多激烈 好 黑的打吃 白的要求在这边 先手便宜完再说 黑气先不易 打吃 这个呢 白的不能沾 沾被一冲 不行了 白气得团 好 黑气现在提先手 在脚上先留下 脚上等于已经出齐了 之后呢 再搬 你既然不硬 我当然要搬了 中腹白气 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黑气 黑气要走的话 一是这里打了 冲过来 就木树 很诱人了 而且黑气 应该还有非点 这样的下法 中腹一带 白气还 所以补一手是正常 白的补一手 踢一下 打吃 打到这儿呢 宣告脚上 脚上出齐 好 白气这里 活脚也相当大 不活 黑气再补一手 这一来一去 好几十目 白的弯一下 活脚 点这个是要点 白的很痛苦 得单关连上 很难受 但是呢 没办法 不连 它没活 一起接上 之后呢 并一下 黑气接 接的时候呢 白的没有马上接 而是 而是把右边给提掉 把这个提掉 黑气 并一下 这白气得接 否则黑气冲完 点这个 然后再搬 白气 局部是 是这个 盘角驱死 死了 死了 黑气 并在这 并在这里 并在这里呢 黑气是连上的 尖的话 黑气 就算走这个 也是联络的 把自己连上 然后断开白气 进攻白气 白的站 黑气跳过 把这块连上 之后白气飞 做活 这两个子 黑的扳一下 这是线索便宜 线索扳一下 之后呢 黑气 二路小进 黑的这块 也没有彻底的走 没有彻底的安定 黑的如果从上边连 本身这步棋 是一步单关 白气先手 飞 冲 冲 都是先手 完了 肩在这做活 黑气等于 走了一步单关 而黑气要从这里 来进 从这里走 白气冲 黑的这时候 不能随便冲断 如果冲断的话 白气从这边 靠过来 黑的这整块有问题 这长完气之后 一靠 黑气这块有问题 但是呢 黑的就 让白气连 这样的话呢 黑气不走这个单关 让白气连上 实际上白气连上 也没有什么木树的价值 也没有什么木树的价值 而黑气 尖到搬到的话 黑气是实实在在地走在木上 之后黑气搬这个 搬了这个之后 这地方形成一个 很奇怪 对于白气来说很奇怪 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白的要走的话 这地方 顶多走成一个双户 顶多走成一个双户 但是白气不走的话呢 黑气是可以打劫杀白气 黑的先收气 白的没法走 除了提这个劫之外 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黑气 永远都可以 黑气找劫提回来了之后 黑气将来是可以打吃 打吃白气除了提这个劫 又没有什么事情做 黑气一旦撑住 能打赢这个劫 将来是可以提 白气提 黑气再打吃 黑气是可以选择 收气杀白气 所以黑的当初打了 拔掉这个子 是有相当的价值 拌 拌一下 弧 挡住 挡住之后 这有一冲断 冲完可以断 如果没有这个子呢 冲断被黑气 冲挡断 叫吃 长 吃 吃 吃死 所以挡是先手 黑气补上 白的叫吃 黑气连上 飞 冲 这都是白气的先手便宜 白气的先手权利 好 先手 先手关子走完 白气把这个沾上 沾上呢 这里味道就很好 黑气中间四个子 是彻底的 没什么 没有什么余味 黑气打 下一步有加的手段 这一加里面是个万年节 所以白气补一手 虎 白的冲 虎一个先手作眼 这也是很愉快的 虎这个 虎了这个之后 瞄着中辅靠段 要白气收气吃 这一靠段 要白气将来收气吃 把他打一下 给他粘住呢 担心这里 中间有各种种的怪味 给他 稳健的虎在这里 虎刺 然后贴住 把我们刚才说的 收气吃的味道 给补掉 给他挤一下 挤住 白的呢 粘了一手 不粘的话 这被黑气一断 打吃 你粘的话呢 被打了冲过去 如果你提 被这一断打 所以呢 白气得补 这个糊 挤 挤 关子都收得 次序紧 然后一粘 粘紧了气之后 这有点进来的手段 如果你接的话 冲 弯了这一拐 白气被吃了 紧了这一气 有这样的手段 所以白气补一手 那么冲 把白气提了一下 贴回 可以的挡住 可以冲了挡住 也有不小的价值 下一步一打 吃白气是不敢粘的 不敢粘 粘被黑气挖 各种的铺吃 接不贵了 打紧了 再打再断打 吃了一个接不贵 所以挡住本身有 逆收三目 还含着下一步 有挖吃 也是有相当的价值 那么当然挖吃 只有四目半 应该是 四目七 所以呢 白气粘这个更大 白气肯定是没空去 这地方白气要补干净 它得提完再粘上 提了再粘上 两步七才能补干净 补干净了之后 黑气收两个关子 白气肯定是不够 所以白气没空去补 白气得抢关子 那么黑气打吃 提 白气提回来 黑气提 这地方 这地方存在我们说的结的问题 黑气先收气 白气不打赢这个结的话 黑气先收气 然后再打吃 这样就连环结杀白气 所以这个结还是挺急迫的 走成这样的状态 连环结 白气已经死了 所以黑气呢 提 白的找结 提回来 黑的挖吃 把这个四目多先吃下 白的要是补呢 黑气就算了 黑气再去收个关子 白的挤住 白气不补 拒绝补气 抢关子 一直提 挖吃 那么从这招法就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说 白气刚才如果补齐的话 肯定输了 白气决定拼一下 这个 连这个都要冲掉 警方黑气逆收 冲掉的话将来 这有点刺的手段 黑气控里面要补一个 所以这个粘是逆收两目的价值 它也不留着当劫财打 那就是肯定是怕黑气逆收 白气如果粘住补干净的话 黑气搬完粘上 然后白气团 黑气可以点进来 这地方白气就被收的没什么木了 白气印一个 它印在这儿 而不是退的 退的话也许担心 黑气搬粘以后 印在这儿 挺有意思 黑气踢接 扑一下 踢过去 挤 你如果不印的话 就等于被我扳下去 踢过来 扑 扳 好 走到这里呢 白气觉得再印下去 这个结 要打不过 所以白气粘上 好 这下安心了 这块双活 那么黑气打吃 黑气等于还是收了 吃掉这个和扳进来 这两个关子 白气的顽强呢 没有取得效果 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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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腕有三木齐的价值 三木齐的价值 腕 腕 打吃 铺一个 铺一个也挺大 白气提了之后 里面还要补一个 先手一木 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出 黑气冲这个是先手 所以白气打吃是先手 这样的话冲也是先手一木 立 把其他点 点刺一下 刺到一下之后 确保黑气这要补 而如果你不刺 被黑气提了 沾上的话呢 黑气将来就不补 刺 黑气提掉 白气打吃 这地方挺有意思 白气打吃 黑气做个结 然后把这个沾上 这沾上也有 逆收一木多的价值 白气把这个沾上 价值相当 开始冲 小尖是先手 接下来团也是先手 这一打一拖 白气打结杀了 所以得补 冲 打 好 这冠子呢 黑气搬装之后 基本冠子就收完了 那么最终这盘棋 黑气是获胜了 黑气取得了胜利 这个布局阶段 白气的下法呢 值得探讨 好 这盘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来